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要求本院競速與本會期組成修憲委員會議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民眾黨黨團 鑑於本院修憲委員會 整理憲法修憲案之審議及相關事項 然自本第十屆本一會期開一以來 相繼由各黨委員提出修憲相關提案 為雖今院會陸續通過將其將修憲委員會審查 但本會期開一至今 修憲委員會仍未依據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予以組成 未避免各黨委員所提修憲提案奉委後 無法依照院會決議將修憲委員會進行審查 原要求本院競速依據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三條制規定 於本會期完成修憲委員會之組成 是否由當成功決案 宣讀完畢 依照立法院執權刑事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子去 大體討論後 其議決交付審查或清負合讀或不予審議 請提案黨團民眾黨黨團代表張其入委員說明提案子去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還有全體國人大家好 其實民眾黨在這一次的提案裡面是希望在本會期中盡速能夠把修憲委員會組成 相信其實在這個會期的開始其實在民眾黨黨團一開始組成的開始當立法院的游錫坤院長來拜會民眾黨黨團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他願意支持把我們的公民權下修至18歲的這樣的一個提案的主張 那在經過民眾黨黨團的在不斷的這個倡議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在我們也可以發現就是國民黨的黨團 民進黨的黨團還有一些相關的委員 在這個會期中都有提出相關的這些修憲的一些想法 那最主要的這個共識的部分呢 就是集中在將我們的公民權下修至18歲 雖然可能在技術上有一些差別 有的人是有的版本是在提出就是直接在憲法本文中做更動 或有的一些版本是在徵修條文中 但是其實都可以看得出有高度的共識 就是認為其實在我們現在的這個過程中 應該讓我們的這個公民參政權降低至18歲 因為現在普遍來講在全球來看 在先進的民主國家幾乎已經沒有國家還是在定為20歲的這樣的一個投票權 那目前現在大概也只有像台灣這樣子比較全數民主的國家 很極少數的國家還依然是將這個參政的這個門檻定這麼高 所以其實民眾黨就是率先提出所謂一線二法的這樣的一個修正的一個想法 其實在我們的憲法本文的130條 我們可以放寬就是說不用在這個憲法本文中去律定 這個共民參政的這個權利 而是在把這個年齡的限制相予以解除 然後在相關的這個法律中 包括總統與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以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 再以法律保留的方式進行這個參政權的這個修正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最簡化的版本 所以其實我們民眾黨就是以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在這個會期進行了很多次的這個倡議 那我們也欣然看見就是不管是在朝在野的各黨派 其實也都有委員提出相對應的這個同意這樣子的一個修法的方向 因此民眾黨黨團就認為說 其實現在我們應該就是在趁這樣的一個時機點 有高度朝野黨派的這個共識的這個狀況下 儘速請立法院這邊組成修憲委員會 因為其實這一次在這個修憲委員 因為其實真正要進行這個憲法的這個修正 還是必須要有我們立法院這邊的修憲委員會要組成 如果說我們修憲委員會沒有去組成的話 其實所有的這些憲法這個已經提送的這些提案 其實這些等於說基本上也就等於說是白提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一個地方既然已經有了這共識 而且也並不是說有非常大的這個更動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要調整這個參政權的這樣子的這個方法 是必須現在就要進行 因此民眾黨黨團就是呼籲在這個提案中 預請整個大會能夠把這個修憲委員會在這個會期中把它組成 那盡速的去討論各黨派所提出的這些版本 那其實另外我們也再次的表達 其實竟然這個各黨派都有他們的版本提供 就代表大家對此有一定的共識 也呼籲就是朝野不用再去打假球 因為這件事情民眾的呼籲是已經是非常強烈的 那我們只要先進行一個比較快速的 讓公民參政權能夠下降的這樣子的一個修憲的共識就可以 而不用去摻雜一些其他可能會阻擾這個程序進行的一些 這個修憲的這個其他的提案 以比較單純化的方式進行這樣子的一個 朝野共識的這個修憲的這樣子的一個立法進行 我相信將會是真正能夠福國立民 而且讓我們台灣快速進入一個參政權 能夠符合世界潮流的一個時代的趨勢 因此民眾黨黨團最後再次呼籲 其實希望竟數能於這個會期將修憲委員會組成 那竟數的審議朝野各黨派所提出的公民權下降的 這樣子的各個版本的修正案 以上 大體討論沒有委員登記發言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民眾黨黨團分別提議 敬敷二讀請願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本案敬敷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請郵院長召集協商 我們做以下決議請郵院長召集協商 協商後再請處理 謝謝